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两年不仅一家三口鲜少同框 就连夫妻二人都很少一起出现了 而最近两年安德拉贝比的资源也是一路下滑 而二人婚变的消息也是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而贝比更是代资禁足都没人要 《战狼一二大麦》《战狼三》的拍摄也提上了日程 如今已经顺利过审 等待开拍了 主角依旧是于南 吴京还表示要在这一部里给他爱情 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呼声很高 但吴京却相当低调 没太宣传 不过还是传出了一条劲爆新闻 某位珠爱爆料的导演称 安德拉贝比曾经致电吴京 表示愿意自降片酬并带资禁足 希望能够出演《战狼三》 但却被对方一口回绝了 另外一直使杨颖深受资源下滑被新人欺负的代表作《奔跑吧兄弟》中 他又疑似被宋雨琪和前来录制的女爱豆吴轩怡孤立 此条传闻在新一期的节目录制时就曾经被传过 节目播出后大家可以看到 宋雨琪拉着吴轩怡的手说 我们终于在节目中见到了 我们一直在约 在跑男相约 两人之前一起录制过综艺节目追我吧 关系似乎也没到一直手拉手的份上 但他们就是这样在杨颖面前亲密的手挽着手走着 杨颖被传即将离开跑男游来已久 但据说他现在不会退出 因为一旦解约将面临赔偿天价的违约金 毫无疑问 无论以上的传闻是不是真的 不得不说 杨颖目前的状况确实有点水深火热 而神奇的是 面对老婆的尴尬处境 以往的户七狂魔霸道总裁黄晓明先生 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看起来美得如同真人芭比的女孩 厄运是从2016年开始的 彼时的她正值事业巅峰时期 一年手握50多个广告代言 许多大牌都在其中 这是曾经的她无法想象的 另外时尚巴沙费加罗等大牌杂志 也向她投来了橄榄枝 一时间 她不仅是曾经的怀疑哥黄晓明的妻子 更是娱乐时尚大众的宠儿 但是随着一部拿了八千万片酬的抠图神剧 《孤芳不自赏》开播 杨颖的风评再次下降 这部戏网络点击量超过了140亿次 但是却为她带来了无数骂声 尽管第一财经周刊杂志 计算出了她在明星商业价值榜 Top100中位列第二的好名次 但所有命运的馈赠 似乎真的早已在暗中标准了价码 《孤芳不自赏》的电视剧一出来 大家马上发现杨颖和别人不在一个世界里 而且除了正脸指拍之外 两位主角的远景基本上都看不到脸 后来该剧被曝光 大量主角的镜头都是摄影棚内用绿布单独拍摄的 然后再通过抠图与其他演员合成在一个画面里 此外大量远景只要不露脸的都是替身完成的 尽管随后该剧的总制片人写了一封信回应以上问题 称抠图技术很普遍 和编细抠图是为了保护演员之类的 但大众还是将炮火 对准了拿着8000万片酬 却不肯去实景拍戏的杨颖 顺道也把霸总钟翰良拉下了水 至今他还没等到第二春的时机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杨颖理直气壮 我就职这个家更是一度激怒了观众 紧接着他又带来了一部创业时代 搭配的男演员是口碑演技尚可的黄轩 但是依然救不了杨颖的颓势 他又被群嘲了 还贡献了一个霸道女总裁反面教材范本 那一年杨颖狂赚两个亿 比黄晓明还高出3000万 也是这一年他终于实现了当年说的 不愿意依附黄晓明的诺言 而对方也终于帮助他实行了自己的梦想 一句哪怕有一天分开了 也不会后悔跟黄晓明在一起 竟然一语成衬 就是在杨颖闪闪发光的这一年 他与老公黄晓明之间的关系也离奇了起来 以往在他们的相处过程中 肉眼可见教主的霸道 而如今他却只能做一个在他身后的跟班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黄晓明在那个阶段遇到了事业上的最大危机 他代言的金融产品出现了问题 而且又被卷入了涉及到18个亿的股票操纵案之中 还一度陷入油腻之中 被报接不到戏了 后来的他回忆这段日子曾经这样说 我都已经觉得自己掉下一线了 而就在黄晓明觉得自己不行了的同时 杨颖却自我感觉良好 彼时的她是奔跑吧兄弟中的C位团宠 尽管演技饱受质疑 却已经凭借寻龙爵打败了梁晋 姚晨和王志 拿到了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并不幸运 我这一路走来也不算完全的顺利 顺利的话 我应该把所有奖项都拿个大满贯 随后的杨颖还与正大伙的邓伦 一起合拍了我的真朋友 但是也扑接了 可能是为了拯救极具下降的口碑 她又参加了即时真人秀 奇遇人生第二季 还做了开篇首位登场的人物 不过她又一次翻车了 因为半途打退堂鼓 凭借一己之力 将该节目的9.2分拉到了6.8分 次年她终于在摩天大楼里 挑战了演技的巅峰时刻 一场哭戏冲上了热搜 尽管哭得很美 但是微笑唇和高山根的组合 还是免不了让苛刻的观众失望 有人甚至直言 杨颖再美我也不会买账了 杨颖的走红始于2009年 20岁的她因为参与拍摄 黄柏明指导的《花天喜事2010》 而结识了同时与黄柏明 合作一万二的黄晓明 两人相差12岁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快速发展 彼时的黄晓明是怀疑一哥 还是怀疑所有演员里持股最高的人 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中位列第16位 两人被传在KTV唱歌消失之后 就评传绯闻 中间还夹杂着黄的正牌女友李菲尔 自动分手等诸多八卦 2010年黄晓明生日的时候 贝比为了讨她欢心 身穿水手服的她 还叫了自己的嫩模小姐妹陪她一起亲生 这时候二人还只是绯闻男女友的关系 直到同年港媒爆出贝比介入名非恋 二人的关系才水落石出 有记者问李菲尔 你是不是黄晓明与贝比之间的小三 他却毫眉留情面地说 安吉拉贝比才是小三 随后李菲尔与安吉拉贝比的隔空宣战 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最终还是安吉拉贝比 稳坐了正宫之位 2011年黄晓明被拍到 带女友贝比见家长的视频传出 后续还有二人一起游泳 黄晓明游玩后 贝比赶紧贴心为黄晓明披上浴巾 服饰的也是相当周到 还有一年贝比过生日时 场面不是太过融洽 最后还起了争执 当时的贝比只是站在一旁 偷偷抹泪的受气小媳妇一样 黄晓明与贝比在一起后 贝比资源飞升 直接空奖华仪拍摄的电影 全程热恋之中 还在2012年担任了金像奖的嘉宾主持 华仪还签约了她 她也投入400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并与炙手可热的养蜜流 诗诗妮妮齐名 成为新生代四小花旦 黄晓明在2013年1月4号这一天 官宣了她们的恋情 之所以是这一年 是因为特别的寓意 爱你一生一世 黄晓明送给杨颖 价值200万的豪车时 也是她正式成为 跑男常驻嘉宾的一年 她一边在节目上 与正台狂吵CP 生活中却与黄晓明大秀恩爱 面对着她并不好的口碑 黄晓明爱得非常笃定 在她眼里 她小鸟一人单纯善良 两人的爱情最终于2015年开花结果 黄晓明给了杨颖一个价值两亿的婚礼 席帖上的AH寓意两人名字 爱的真言是 爱从眼角出发 抵达病角 这微不足道的艰巨 却需要付出跋涉一生的努力 如今再回过头去看杨颖一路以来的成名 尽管她无数次地表示 人家只记得我老公对我好什么的 我却不甘心 我最想做的是有一部作品可以让大家记得 但是这一天还没有来呢 她就被传资源跳崖式下降 在节目中被新人欺负 团宠位置沦为边缘 因为前段时间与宋雨琪 在跑男的游戏泥潭环节中互殴 引起不小的腥风血雨 其经纪人在社交平台上疑似手撕节目组 导致跑男的导演清空微博 大家于是猜测 baby是不是要退出了 但至今她自己对此没有什么回应和说法 也曾有网友传出 杨颖正因为自愿下降 积极与黄晓明修复感情 但这些都只是传闻而已 没有实锤 纵观杨颖出道的18年 前六年都是自己打拼不断尝试 后来遇到了黄晓明 就像走上了爆红的快车道一样 尽管一度风光无数 但免不了昙花一现 慢慢十年细琳 却没有留下一部口碑 名利双收的作品 真是又遗憾又令人唏嘘 究竟未来的路在哪里 还是建议好好磨练演技 毕竟想要翻身 光靠别人 自己的心理永远是没有底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